多么可爱的小动物呀 生活当中有许多的人都喜欢养宠物 但是同学们请注意 有的时候呀 这些可爱的小门宠呢 可能也会为我们带来很大的伤害 比如说 狂犬病 大家应该都知道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 就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疾病 叫做人畜共患病 首先 什么是人畜共患病呢 它指的是 发生在人和脊椎动物之间 自然传播的疾病和感染 不管是发生在人和动物 都是由同一种病源所引起的 其他生物 疯牛病出血热 日本脑炎等等 还有由真菌所引起的 此外还可以有立刻刺底和寄生虫的感染所导致 它的传播方式 多种多样 比如可以通过和唾液 血液 尿液的直接接触来进行传染 也可以通过和患病断物生活区域接触 或者是已经被病原污染的物品表面接触来发生传染 此外还可以通过皮虫 蚊子等等吸血的节制动物丁药来进行传染 那么此外还可以通过食原性的凤口途径来进行传播 像美国每年有六分之一的美国人 就因为食用了受污染的食品而生病 人畜共患症有以下特征 首先群发性 根据病原的种类不同 它可以称低度流行 也就是地方性流行病 或者是爆发流行 甚至在全球范围之内大流行 此外它也有着一定的职业性 动物是人畜共患症发生的决定环节 所以说呢 这些患病人群主要就是和动物密切接触的人群 那么另外它有着一定的区域性 比如说在我们国家云贵川地区 狂犬病比较多 而南方瘧疾比较多 在牧区 那么犬和羊的基球幼病比较多 那么另外有着一定的季节性 像步病 它主要是发生在冲季羊产膏的季节 那么夏季我们由于穿衣比较少 容易发生狂犬病 首先可能是由于人类对于这些疾病自然遗原地的开发所造成的 在某些特定的地理环境当中 比如说原始森林 沙漠沼沼泽地当中 自然就存在着一些人畜共患症的病原体和传播媒介 一般来说 它们在野生脊椎动物的孽齿类石层动物当中进行流行 通常不会感染人类 但是当我们人类对于这些自然遗原地进行开发的时候 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和经济发展的需求 人们进入了迄今尚未开发和人烟稀少的地方来新办水电 建造公路和铁路 采发森林 开坑土地等等 从而就增加了人类感染这类人畜共患症的机会 此外 它也和动物的切息 以及动物群体密度的波动有关 人畜共患症的发生过程当中 动物是人类疾病发生的巨大的储存库 在人类住宿的周围 气息的半野生动物 比如说鼠类 鸟类等 家畜 家禽 观赏动物 伴侣动物等 都是人畜共患症流行病学上非常重要的传染源 另外 猴鸟的迁徙 可以远距离地传播这些人畜共患病 此外 人类从山野 森林当中 捕捉野生动物 引致动物园 或者是住宅进行饰养 也有可能把某些自然遗元性疾病 带入到人群当中 此外 人畜共患症的流行 和民族或者地区的分俗习惯 也有着密切关系 比如在肯尼亚西北部的牧民当中 就是世界上 犀利基丘幼感染最严重的人群 那就是因为在当地 根据宗教的习惯 死后 要让狗 把尸体吃掉 所以导致病原体的发育环节得以维持 从而 狗的感染率高 自然就增加了人的感染机会 我们看基球糖虫 它的中宿主是犬和其他的食肉动物 而中间宿主是绵羊 山羊 猪等等 所以在自然界的循环当中 它通常是在这些中宿主和中间宿主当中 进行循环 在狗的肠道当中 就有上千条的成虫 通过产卵 形成孕解 污染周围环境 草 使得食草动物发生感染 那么人类呢 可以通过和狗共进餐 解狗粪 和狗共眠 玩耍等等 这些环节 从而也发生感染 那么在我们国家的北方一些地区 就有把猪圈和厕所 借在一起的这样的习惯 这样就增加了猪通食人份的机会 所以使得逃虫病的流行 非常的严重 那日本人呢 他们喜欢吃生鱼片 所以就导致 那么在这个食物当中 还有的人体 饥饿口泻虫的感染比率 非常的高 在有的地区 进展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以上 此外 食品加工和烹调过程中的 某些不良习惯 也有可能会增加人畜 共患症发生的机会 比如在生活当中 有的人在切肉的时候 生肉和熟肉 案板不分开 而有的人呢 习惯在肉品成熟之前 要尝一尝 盐等调料 是否放的合适 这些不良的习惯 都可能会使得人们 发生感染 人畜共患症的机会 那么我们如何远离人畜共患症呢 首先呀 还是要注意好 个人的防护以及隔离 像在这样的动物饲养场当中 人类的生活区呀 要远离动物的饲养区 那么和动物进行密切 平凡接触的人们 也要经常注意 个人的卫生防护 特别是 当你的身上皮肤有破损的时候 要注意防止 病毒从动物 感染给人类 那么此外 宠物爱好者们 要学习相关的知识 让自己喜欢的宠物 定期的接受 某些疾病的 疫苗预防接种 这样你才能够 更放心 更安全的 和宠物进行密切接触 再怎么喜欢你的宠物 大家也要意识到 和宠物进行拥抱 亲吻 或者是同桌吃饭 同床就寝等等 这些过分的 亲密的行为 都是不卫生的 有害的 特别是 被那些怀疑 具有狂犬病的动物 咬伤的时候 应该马上去医院 进行救治 只有当你学习好 这些相关的知识以后 才能够让自己的宝宝 和可爱的宠物 进行密切的接触 好 今天的课 我们就讲到这里